继续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头条的最新焦点 就是俄乌开战至今第17天了 俄军不断地在向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猛烈的攻击 造成当地失衡遍野 而且停尸间全部都塞爆 实在是很惨重 而且呢是让人家非常的心疼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尼古拉耶夫的最新的画面 您可以透过这张照片看到 一句一句的遗体呢就这样被人抬了出来 那么也是简单的包裹着 基本上当地的尸袋也是非常的稀少 因为呢这个根本都不够装 所以只能够用一般的塑胶布 把这个尸体给先包裹住 尸体过多 现在呢都必须堆叠在雪地上 而且呢让人更心疼的是 有一些遗体还维持着祈祷状的姿势 可能是在空袭之前 可能是在炮火来袭之前 他们在祈祷 希望老天希望这个上帝可以帮帮忙 而这样的姿势呢 他们是呈现这样的姿势死亡的 让人看了也是格外的鼻酸 另外我们来关注的是针对俄罗斯指控说 乌克兰境内有30座的生物实验室 在研究生物武器 联合国3月11号打脸指出 没有发现乌克兰有任何的生物武器的证据 对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他就开枪说 你们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存在啊 这一位大使呢他有说话了 另外根据外媒的报道 俄罗斯认为 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 允许平台上出现针对俄罗斯的暴力言行 因此呢像是俄国就特别在社群平台 IG发布了限制令 这是今天白天的最新消息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位在这个波兰的普热梅西尔的火车站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好多好多的乌克兰人都在往这个波兰的方向逃 11号当天已经出现了多名已经逃离战乱的乌克兰人 而且排队要挤上车 希望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 另外还有一名乌克兰的女子向外媒记者就说 当然她很害怕 可是她爱她的国家 所以她决定了 虽然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但现在他们要回国来救同胞 不管是同胞 还是家人 还是亲戚 还是朋友 还有人在那边的 他们要去救他们的家乡 同时也希望和平赶快到来 另外是很多在台湾的乌克兰人 同样也很担心自己的家属 而为什么他们会在台湾呢 有些是来读书 有些是嫁到台湾来 他们非常担心在乌克兰当地的亲朋好友 其中这一位我们来看看 是在台湾的乌克兰籍的YouTuber 他叫做林佳娜 他就表示说 先前她的妹妹躲在避难所防空洞 哭着跟她视讯说 现在连躲的地方都快没有了 都快被放火给烧光了 好不容易脱离险境 现在又跟爸妈失联了 所以这名YouTuber就希望 台湾能不能赶快开放亲属来台湾 因为这位YouTuber 他就说她的妹妹人还在乌克兰 她的爸妈也是 不晓得能不能够开放亲友来台湾呢 外交部回应了 说昨天晚间就已经要决定要放宽 乌克兰籍的亲手可以申请来台探亲 这是我们说的最新消息 那么另外呢 现在根据我们的最近报道是俄乌的战争 战火不断 美国总统拜登也是宣布了 他决定要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代表说华府能够调高对于莫斯科的商品关税 进一步要孤立俄罗斯 也重创当地经济 另外是乌克兰南部的城市要进一步 现在已经被俄军炮击 一整晚都炮声隆隆 死伤非常惨重 听译中不断传出震耳欲聋的炮击声 只见局红火焰燃烧 乌克兰风火连天 南部行政区尼古拉耶夫遭到炮击 咖啡厅公寓住宅都成了攻击目标 一旦这里被俄军攻陷 俄罗斯恐怕控制乌克兰南部海岸重镇 面对俄罗斯持续进攻西方国家再出招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G7与欧盟将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不但禁止奢侈品出口到俄罗斯 也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福特加 鱼子酱等俄国产品 YouTube则宣布封锁与俄罗斯官媒 相关的所有频道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与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会面时表示 似乎对西方制裁不在乎 趁前苏联在制裁之下 依然发展重大成就 普丁甚至说在俄乌会谈中 出现了一些积极改变 但另一方面又指控 乌克兰秘密发展生物武器 对此因美痛斥可笑荒谬 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马利波战情吃紧 最新公布有至少1582名 平民丧生 美国则统计自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已经发射800多枚飞弹 而且有半数都在乌克兰境内发射 但乌克兰持续顽强抵抗 则轮司机向民众信心喊话 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但无法说出还要多久 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乌克兰指控说俄军 在入侵乌克兰之后 第一次发生有政治人物 遭到逮捕的事情 这个地点是在南部的城镇 梅利托普尔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场的最新画面 好我们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 就特别显示 是梅利托普尔市的市长 费多罗夫 遭到乌东的武装分子逮捕 罪名是资助乌东地区 右翼的恐怖活动 违反了国际法 而且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首度有乌克兰的官员 遭到俄军或亲俄的势力拘留 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队谴责 这行为是犯下战争罪 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的协定 在战争爆发期间 是禁止挟持人质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 在我旁边 这个是最新的卫星图的显示 原本是位在基辅西北方 绵延64公里以上的俄军军队 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分战 且重新部署了 那么呢 是这个是俄军的举动 是格外有意义的 目前还无法分析 以下是CNN报道 还有国防部的发言人 科比的看法 优优优独播剧场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 表示 其中一支俄罗斯的军队 距离基辅市中心 只有16公里远 而面对俄罗斯的强大火力跟武力 基辅人民则是在市区 架设了巨马等障碍物 试图要让整个城市 变成一座堡垒 要来抵御俄罗斯大军的入境 继续来关注的是 乌克兰反贪腐的局长 他就在这个10号当天 发表了一份公开信 他信中居然是 感谢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伊古 原来这一切都是 诺维科夫的高极酸 他就用感谢这个词 他说因为感谢有俄罗斯的贪腐 让俄军穿上纸板的防弹衣 让乌克兰军队可以轻松打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不止俄军的防弹衣 是用纸板来填充的 我们用红圈圈起来 在旁边也有散落一地的纸板 另外还有俄军坦克车的 包保护用的装置 居然是用装弹的硬纸板 硬纸盒来当做填充物 另外诺维科夫他还说 俄军的战车没有进行适当的涂料 导致原本应该要伪装战车的 这个颜色变成了一个 很明显的天空蓝 所以导致说乌军现在 也非常容易可以辨识并且打击 根据路透的报道 三名知情人士声称 美国国防部正在寻求成立特别小组 要来应付盟国日益增长的新武器销售 还有转让需求 而这些盟国期盼能够透过第三方的转让 来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或是加强武器的购买 防卫自身的国防 超级人士就说 这个小组最快这几天就会重新成立 以应付盟友们的请求 而报道中也特别写下了 这一次的行动是跟美国国防安全局来合作进行的 而这个机构是国防部所管辖 负责要监督武器的销售 或是向其他的国家转让等等相关的业务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